千年一梦 几乎所有被后世关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一般都会有三种形象 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 历史形象是正史记载或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 文学形象是小说或戏剧创造的 民间形象则是一般民众心目中的 历史的读法、理解和评判也有三种 历史意见、时代意见、个人意见 站在古人立场的是历史意见 站在金人立场的是时代意见 站在自己立场的是个人意见 三国便是三种形象和三种意见集中的地方 这当然要拜罗冠中所赐 正是由于它的三国演义 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历史 在大中华文化圈几乎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尽管一般人知晓的并非历史形象 问题是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不低 单是创造的成语典故之多就堪称一绝 但更重要的还是这部小说不但有价值取向 而且其价值观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官方和民间认可 这才口耳相传 经就不衰 那么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什么 忠义 这是贯穿史中的 事实上 正如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流扁曹 它的灵魂则是弘扬忠义 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 而是桃园结义 也正是由于这一惊心刻意的安排 历史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袁绍与曹操的路线斗争被淡化了 刘备与曹操的权力之争 变成了忠与坚的道德之争 齐国决定性作用的孙权 黯然失色 没那么重要的关羽 则大放光彩 关羽不太重要吗 是的 至少并非至关重要 真正重要的人物 应该是改变了历史趋势和走向的 比如断送东汉的董卓 率先割据的袁绍 抗衡中原的孙权 这样看 关羽的重要性 远不如拿下荆州的吕蒙 战胜刘备的陆逊 然而关羽在后世受到的推崇 甚至超过了诸葛亮 他在元代极已成神 后来又成圣成佛 号称五圣人和盖天古佛 这显然并非因为他的武艺 而是因为他的忠义 千里走单济是其中 赤壁之战中放走曹操是其意 关羽是中意的典型旗帜和榜样 这同样要拜罗冠中所赐 事实上 关羽离开曹操时 曹操尊重他的选择 下令不得阻拦追击 后来兵败赤壁的逃亡路上 曹操也根本就没有遇到关羽 关羽的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业绩 包括温酒斩画雄之类 都全靠罗冠中的生花妙碧 就连关羽的被俘投降 也被找到了正当理由 不能撇开结义的兄长 被俘的嫂嫂和受难的皇上 一个人自己去死结 条件当然也由罗冠中代讲 降汉不降曹 这可真是漏洞百出 什么叫降汉不降曹 难道刘备一伙原本是 对抗大汉的反政府武装力量 现在决定投降汉帝国了 另外两件事情 也同样大成问题 过五官斩六将 对曹操是不易 华容道放走曹操 对刘备是不忠 罗冠中编的这些故事和说辞 还可以相信吗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破绽 不胜枚举 比如三弃周瑜 就绝无可能 因为周瑜从来就没算计过诸葛亮 何况周瑜风流儒雅 气度非凡 岂会被别人气死 诸葛亮光明磊落 一身正气 又岂能在害死盟友后 还出言轻调 没错 周瑜是主张防范刘备 但那是在赤壁之战后 怎么会在战前 一再陷害诸葛亮 同样 诸葛亮也并非奸诈小人 又怎么会幸灾乐祸地说 周郎妙计 安天下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样的品位和格调 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难怪胡适先生 要斥之为 漏乳 世间由此漏乳 不足为奇 奇怪的是 国人不以为非 反倒推崇被制 书中由此破绽 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 国人并无质疑 反而津津乐道 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圆梦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 其实一直是有梦的 第一个叫大同梦 也就是回到部落时代 第二个叫小康梦 也就是回到邦国时代 这两个梦都实现不了 就开始做治世梦 这是帝国时代的中国梦 治世梦也包括三个内容 首先是希望有一个 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 这就是圣君梦 其次是希望各级官员 清正连结 这就是清官梦 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 则希望有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这就是侠客梦 圣君 清官 侠客 是中国人的千年梦 这三个梦 罗冠中都帮我们圆了 圣君就是刘备 清官就是诸葛亮 侠客或侠士 就是关羽或张飞 三个梦 三个代表都在刘备集团 尊刘扁曹 岂能不大得人心 至于历史的真相 则无人关注 事实上 三国演绎创造的文学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 原本来自民间 之后又在民间 广泛流传 变本加厉 两股力量的齐心协力 使这段历史 与它的本来面目 渐行渐远 这并不奇怪 毕竟智势 是万众之向往 忠义乃核心之价值 作为农业民族 或者说作为非商业民族 我们没有契约精神 没有法治观念 没有公民意识 结果就只有君臣父子 刚常伦理和江湖义气 忠义作为核心价值 也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 这里面有美好的愿望 和良善的动机 忠用来规范自己 义用来规范别人 我忠诚 你仗义 秩序便得以维持 关系便得以维系 天下便得以太平 这是一个桃源梦 然而忠义作为核心价值 却又十分可疑 实际上 他的内部充满矛盾和悖谬 比方说 清官要尽忠 侠客要仗义 盛军呢 忠也好 义也罢 用在他身上都不合适 如此说来 皇帝起飞就该不忠不义 为君不义 为臣也难 比如张辽要对曹操尽忠 便只好对关羽不义 将关羽要走的意思 如实汇报 关羽要对曹操行义 也只好对刘备不忠 要知道 他杀袁绍的大将严良时 刘备可正在袁绍那里 寄人篱下 然而不杀炎良 就无法报答曹操的大恩大德 也就不能问心无愧地 回到刘备身边 关羽 岂非两难 好在关羽获得了 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我们唯一无法弄清的是 为什么关羽的 依曹 反曹 降曹 别曹 放曹 都是忠义 如果换成吕布 就是不义 可惜无人回答 也没人问 弘扬忠义的三国演义 则走了迈城 代表明军梦的刘备 掌厚而四伟 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 多志而进腰 代表侠客梦的关羽 既投降了敌人 又放走了敌人 罗冠忠先生 想过这些吗 也许没有 因为他表达的 是他们的时代意见 时代不同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 蛮和片的艺术 也可以收场了 我们需要建立的 是新的社会观 道德观 历史观 和核心价值观 非如此 不能实现民族的 伟大复兴 这是只能通过 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和法治建设来完成的 三国演义 可以谢幕 桃园结义 可以梦醒 现在 让我们回到历史 再说孙权 历史有大趋势 也有小插曲 大趋势 就是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 终将由贵族地主 变成士族地主 最后变成数族地主 小插曲 则是秦汉与两晋之间 三个非士族政权的 同时并利 这就是三国 三国鼎立 关键人物是孙权 如果不是因为他 依然决定连流抗曹 那么刘备必将被剿灭 具有荆州的曹操 插进长江中游 上游的刘章 下游的孙权 也就迟早会成为 张秀和吕布 整个中国 将变成曹魏的一统天下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意义 也是孙权的意义 在三国演义中 并不引人注目的孙权 其实至关重要 宜陵之战也如此 这是关渡和赤壁之后的 第三大战役 战争的后续 也有两种可能 当时许多东吴将领 要求乘胜追击 刘备也来信扬言再战 陆迅等人却主张 撤出战争 因为曹丕正在调兵遣将 名为助无法留 实则包藏祸心 不可不防 孙权完全同意陆迅的决策 并与刘备讲和 从此 曹魏雄霸于北部中国 蜀汉和东吴则分别偏霸于 长江上游和中下游 谁也吃不掉谁 三国就这样形成 诸葛亮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执政后 立即接受邓芝的建议 与东吴重修盟好 诸葛亮说 史无之事 我考虑已久 可惜一直找不到 合适人选 不过 现在有了 邓芝问 丞相选中的人是谁 诸葛亮笑着说 就是你呀 邓芝也不负厚望 他到东吴后 孙权满腹狐疑 不肯立即接见 邓芝便上表告诉孙权 使臣此番来武 主要是为贵国着想 并非仅仅为了蜀国 孙权问 此话怎讲 邓芝说 贵我双方 一家有重险之故 一家有三江之族 如果互为纯齿 那就尽可并肩天下 退可顶足而立 相反 如果大王投靠曹魏 又还想保持独立 则势必两面受敌 江南之地 就不会再是大王的了 孙权默然良久 然后回答 你说得对 其实孙权的狐疑 并非没有道理 孙权不是袁绍 他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 孙权也不是刘备 他没有皇族宗室的光环 孙权更不是曹操 他没有奉天子 以令不臣的优势 因此他只能 剑锋使舵 以求左右逢源 事实上 孙权把变脸这一套 玩得烂熟 赤壁之战时 他大意凛然地宣称 孤于老贼势不两立 但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 他又不惜向曹操称臣 劝曹操称帝 还把关羽的脑袋 送到了曹操那里 这次也一样 曹批大军压境时 他可怜兮兮地表示 要交出土地和人民 到地老天荒之处 苟全性命 然而一旦与刘备言和 与诸葛亮结盟 他又是另一副嘴脸 所以曹操和曹丕 也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孙权 问题是孙权 何以能够如此 因为他不是理想主义者 所以他并不在乎 东汉是存是亡 也不在乎曹操 是中是间 甚至不在乎 自己的政权属于士族 还是数族 只要他那一目三分地 姓孙就好 实际上 孙权是无理想 有目标 这个目标 就是剑号帝王 以图天下 只不过 他知道自己势单力薄 因此他并不着急 一直等到条件完全成熟 才肯戴上皇冠 这一点 吴国君臣 其实心中有数 曹丕策封孙权为吴王后 孙权派都尉赵兹使位 曹丕问赵兹 你们吴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赵兹说 雄掠之主 曹丕问 什么叫雄掠之主 赵兹答 虎视天下是雄心 屈身陛下是谋略 这可真是大实话 实话实说的 还有邓芝 他第二次始无时 孙权对他表示 将来灭了曹魏 贵我两国分治天下 岂不很好 邓芝却说 天无二日 事无二主 消灭曹魏以后 如果大王还不知道天命在哪里 贵我两国就只好各自都敲起战鼓来 那个时候 战争可才刚刚开始呢 孙权哈哈大笑说 你怎么实诚到了如此地步 然而五年过去 孙权当真称帝时 就连诸葛亮也不说这样的空话了 他力排众议 毅然前使祝贺 并与孙权签订 互不侵犯条约 不但承认 东帝与西帝并尊 还在纸面上 预先瓜分了曹魏的地盘 这时 由于丢失接亭 而自贬三级的诸葛亮 刚刚恢复丞相职务 面对众人的质疑 他的回答是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考虑的 是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 和长远利益 匹夫之勇是没有意义的 教条主义也没有意义 没错 审时夺势 不等于不要原则 孙权也是这样 当他弯下腰来 屈身侍卫时 头却是抬着的 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做人质 他就从不答应 可以说 他是卑躬不屈膝 屈膝不变心 有傲骨无傲气 他的使臣也不卑不亢 还是上次赵兹使位的时候 曹丕因为自己博古通金 才华横溢 曾不无嘲讽地问 吴王也懂学术吗 赵兹答 吴王博览群书 却不咬文嚼字 他守卫的是千里疆房 统帅的是百万雄狮 领导的是众多贤才 惊天伟帝才是他的志向 寻张摘据 都是他要做的事情 曹丕又问 朕可以讨伐吴国吗 赵兹答 陛下有陛下的军队 寡军有寡军的防备 曹丕又问 吴国害怕我大魏吗 赵兹说 千军万马 金城汤匙 何惧之有 曹丕再问 像先生这样的人才 吴国有多少呢 赵兹说 特别聪明的 也就八九十个吧 至于像微臣这样的 那是车在斗梁 不可胜数 对于孙权 我们是不是该有新的认识 看待刘备 也当如此 再说刘备 刘备与孙权 有异有同 论家庭出身 刘备比曹操和孙权都好 曹操烟换之后 孙权出身寒门 都让士族看不起 刘备却号称 西汉中山静王的后代 又是名儒卢职的学生 这就让人不敢小看 中山国的富豪 甚至拿出真金白银 来资助他 刘备又特别会做人 他寡言少语 乐善好施 喜怒不形于色 却广交豪侠有势 由于出道时 正值黄金之乱 人民缺一少时 刘备便散尽家财 与朋友同甘共苦 结果他的身边 集结了不少人才 包括关羽和张飞 刘备的为人 甚至让他幸免于难 他做地方官时 有人买凶来杀他 刘备不知来人是刺客 照例盛情款待 刺客在感动和敬重之余 如实相告 然后一走了之 这很像孙权 孙权也是会做人的 鲁肃前来投奔时 孙权给他母亲送衣服 送文帐 送生活用品 很像侄儿对沈娘 吕蒙病重时 孙权把他接到自己的店内住下 又怕见面行礼 吕蒙太累 竟在墙壁上挖了小洞 实时观察吕蒙的病情 如此用心 可谓关怀备至 所以孙权和刘备的身边 人才济济 英雄备出 让曹操和曹丕 都叹为官职 公元224年9月 曹魏伐武 退兵的原因 据说就是曹丕 发现了孙权的这一优势 原本并无多少实力的 刘备和孙权 忠诚大业 确实并非偶然 但孙刘的道路 有各异 与孙权拥有江东六郡不同 刘备一无所有 就连他的理想 目标和蓝图 都是后来诸葛亮给的 他自己则只有 不甘碌碌无为的雄心 有一次上厕所 刘备看见大腿 长出了坠肉 不禁泪流满面 刘表问他为什么 他说 眼看老之将至 工业却无法建立 怎么能不悲哀 不清楚 刘备的雄心壮志 从何而来 但正是这股精气神 让他坚忍不拔 一次次跌倒又站起 这就让人敬佩 曹操认定 天下英雄 只有自己和刘备 也许就因为这个 大小军阀们看中刘备 则因为他在士族中 有一定的号召力 尤其是袁绍死后 反曹庸汉的士族和名士 能够寄希望的 也就是刘备了 而且 如果天又大汉 刘备没准会成为 光武帝刘秀之后的 又一位存亡即绝的人物 刘备也或多或少清楚这一点 因此 如果说在夹缝中生存的孙权 打的是外交派 那么空手套白狼的刘备 打的就是政治派 赤壁之战前 别人扩大地盘 他扩大声望 结果许多军阀 对他礼遇有加 刘备则在他们中间 寻找机会 机会是曹操和孙权给的 这就是赤壁之战 差一点命丧皇权的刘备 反倒从此走上了帝王之路 这实在堪称天道酬勤 却也让他忘乎所以 这才犯下一系列 无可挽回的战略性错误 包括痛失荆州和兵败夷灵 其实刘备原本知错能改 他自认一周目以后 为了节约粮食抗旱旧灾 曾下令禁酒 执法的官员雷厉风行 老百姓家里藏有酿酒的器具 也要抓捕归案 同样受罚 如此矫枉过正 自然弄得人心惶惶 怨声载道 昭德将军简雍便提出批评 有一天 简雍陪刘备散步 正好看见路上一对男女 结伴同行 简雍马上说 他们想通奸 快抓起来 刘备奇怪 你怎么知道 简雍说 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 这跟家里藏着酿酒的器具 岂不是一样的吗 刘备哈哈大笑 立即纠正了科法 实际上 刘备气量不小 他发动仪陵之战时 偏将军黄泉 是主张小心谨慎 稳扎稳打的 刘备不听 把黄泉打发到江北 战败后 黄泉的退路被阻断 只好投降了曹丕 曹丕说 将军弃暗投明 是想学韩信和陈平吗 黄泉答 陈寿留主厚恩 降无不可 还属无路 只好归命陛下 败军之将 不敢言勇 苟全性命已是万幸 又岂敢自作多情 仰慕古人 曹丕说 将军家人已被刘备诛杀 朕为你发丧吧 黄泉说 臣与刘备诸葛亮 推心致富 他们也一定理解臣的苦衷 请陛下 不要急于发丧 事实证明 黄泉猜得并不错 蜀汉执法部门 确实提出了 诛杀黄泉家人的意见 但被刘备否决 刘备说 这次是朕辜负黄泉 黄泉并不负朕 投降了曹魏的黄泉 则终其一生 敬重刘备和诸葛亮 就连司马懿 都对此感叹不已 然而刘备的小气 也匪夷所思 建安二十四年 他自称汉中王 封关羽为前将军 张飞为右将军 马朝为左将军 黄忠为后将军 都是一等的名号将军 赵云却始终只是 二等的杂号将军 所谓五虎上将 其实只有四位 景耀三年 刘善追侍关羽等四人为侯 赵云又没份 后来由于将军 他们打抱不平 才在次年被追视为 顺平侯 刘家父子对赵云 实在忘恩负义 赵云不受待见 只因忠言逆耳 刘备屡犯错误 则因为胜利来得太快 太突然 也许他真认为 自己是皇天上帝 之所眷顾 哪里还把赵云的 不同意见当回事 就连诸葛亮 也只能保持沉默 实际上 刘备前期坎坷曲折 中期时来运转 万年一错再错 不是命 不是运 也不是风水 而是时事 时事决定了 历史的走向 只能是那个样子 刘备的建国之路 也只能是抄袭历史 飘窃邻国 可以说 他的成功 原本就在计划外 他的失败 则应该在意料中 刘备是时事造英雄 孙权是英雄造时事 然而刘备 仍然可圈可点 他24岁从军 34岁起步 48岁翻身 59岁称王 61岁称帝 63岁病故 可谓颠沛流离多 一番风顺少 但他从不气馁 也不偏执 这才脱颖而出 成为一代枭雄 临终前两个月 刘备做了他一生中 最后也最正确的选择和安排 脱国脱孤于诸葛亮 事实上 也只有忠诚 谨慎而务实的诸葛亮 才能呵护蜀汉 那多愁多病之身 尽管这政权 并没有什么 倾国倾城之貌 再说诸葛亮 诸葛亮 是累死的 这并不奇怪 他要处理的事物太多 头绪也太多 偏偏他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 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 唯恐辜负先帝厚望 可以说 他是要豁出命来完成使命 决心做到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责任和担当已不堪重负 何况自己还有理想 麻烦也由此而生 真正的麻烦 还不在兴服汉室 在于兴服一个什么样的汉室 如果姓刘就行 何不辅佐刘表 如果仍然要走东汉的老路 又何不追随袁绍 要知道 关渡之战时 诸葛亮已经二十岁 早就把自己看作管仲和乐异了 选定刘备 诸葛亮必有想法 其实跟曹操一样 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 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 他在蜀汉执行的 实际上是一条 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 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 比如 以法治国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 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但仁制和法治 在曹操那里四六开 甚至五五开 他杀恐龙 杀崔岩 杀杨修 就毫无法治可言 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 也曾法办过自己 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 甚至二八开 他也纵容过法政的行为不端 冤杀过一州大族 但那或者是不得已 或者有政治需要 只要有可能 他总是尽量公正 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鱼 无不叹服 也无不怨恨 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 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 事实上 公平不等于不严峻 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科研 所以 一方面是行政虽俊而无怨者 另一方面是 自君子小人闲怀怨叹 那么 诸葛亮的法是严刑郡法吗 当然 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 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 也都是战时体制 这样看 就连彭样一案 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 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 但更重要的是 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 胡说八道 言论自由 休暇 就连诸葛亮自己 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 要知道 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 远远超过了刘善 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 劳民伤财 勿用马速压制魏严 也不算高明 高处原本不生寒 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 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 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 行军事而国人不移 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 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博 外无赢财 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 正是这种高风亮节 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 由衷的敬佩和怀念 问题是 他有必要那么累吗 也没有 事实上 所谓流善无能的说法 并不成立 诸葛亮去世以后 刘善不再任命丞相 而是由大司马蒋婉 主管行政 监管军事 大将军费一 主管军事 监管行政 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 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 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刘善也不糊涂 司马一征讨辽东时 蜀人都认为 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 刘善却很沉着冷静 他下令蒋婉 进驻汉中 同时指示 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 东西两方相互呼应 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 才发动进攻 若知吗 否 那么 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 不肯还政于军 也许 他是要政改 或者说 他要兴富的 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 西汉初年 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 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 皇权与相权 宫中与府中 皇帝是国家元首 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 宰相是政府首脑 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 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这种制度就叫虚军实相 虚军实相好吗 不算最好 但也不坏 因为按照这种制度 皇帝授权而不负责 宰相负责而无主权 一旦国家有事 并为行政的元首 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 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 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 或可以问责之政府 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 就是这样 初诗表说 愿陛下托臣 以讨贼兴负之孝 不孝则至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灵 这就是既有授权 又有问责 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 但这里面问题很多 首先 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 不会趁机政变 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 诸葛亮的办法是 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 可惜 道德的担保 从来就是靠不住的 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 不等于别的什么人 不是曹丕 其次 在既无宪法 又无国会的情况下 我们也不知道 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 如何产生 刘备当然运气很好 刘善就不敢堵着一把 蒋婉去世后 他干脆自设国事 结果成为亡国之君 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杀 诸葛亮的正改 终于失败 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如果 正改失败的诸葛亮 只能去做道德楷模 甚至吕洞宾的师兄 人们为他的出师未解 唏嘘不已 对他的三顾奶线 羡慕有加 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 摇着额毛扇 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 并每其名曰 智慧的象征 虚君识相 以法治国 无人提及 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想都别想 也许 这就是历史 历史并非总是能够 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 历史形象 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 和民间形象 影响深远 而庸众们的偶像 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 诸葛亮的在天之灵 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 那么 曹操呢 再说曹操 曹操不但孤独 而且冤屈 许多事情别人做得 他做不得 比如莱敏和彭亚 就是蜀国的恐龙和弥横 然而诸葛亮杀了彭亚 没有任何人批评 曹操并没有杀弥横 却要背上千古骂名 公平吗 有道理吗 没道理 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 是曹操在中原 在中央 士族云集 举世瞩目 局面大 动静也大 蜀汉则相反 所以同样一件事 在曹操会引起轩然大波 在蜀汉 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 也充满敌意 敌意是深不可测的 众所周知 士族在东汉末年 已经是统治集团的 主要力量 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 也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是和平过渡 二是武装斗争 然而董卓入京 是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 关渡之战 又是后一种方式 化为泡影 董卓和曹操 岂非他们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 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 董卓其实是敬重 甚至畏惧士族的 他的问题是 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 曹操却在骨子里 藐视士族 他甚至在立足慰稳之时 就公然杀了 适才傲物 出言不逊的名士 鞭让 结果 眼周世人 义愤填膺 天下士族 同仇敌忾 老朋友张淼 和老部下 陈公 也都一起反叛了曹操 眼周牧 由曹操变成了吕布 也因为此 其实曹操代理眼周牧 陈公是出了大力的 然而鞭让被杀后 陈公却死心塌地地反曹到底 他甚至宁肯去帮助 有勇无谋的吕布 而且兵败被俘后 也宁死不详 曹操于心不忍 便叫着陈公的字说 公太 你死了不要紧 你的母亲可怎么办 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公却义无反顾 他长叹一声说 以孝至天下者 不害人之亲 使人正于天下者 不绝人之后 老母和妻儿 是死是活 全在明宫您了 说完 昂首走向刑场 曹操流着眼泪 为陈公送行 赡养其家人的诺言 也得到了兑现 既定的路线 却没有因此而改变 相反 也许正是在那一刻 曹操更加坚定了 建立法家 韩组织政权的信念 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 也没有路线图 然而 影响却极大 事实上 正是曹操 在不断向世人证明 只有非氏族出身的军阀 才能夺取政权 也只有撇开 袁绍代表的 儒家氏族路线 才能成功 这就是刘备和孙权 能在后袁绍时期 胜出的原因 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 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 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 有问题 因为历史已经证明 对于帝国制度来说 最合适的统治阶级 是数族地主 最合适的意识形态 却不是法家思想 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 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 也不是曹操的数族法家 而是数族儒家 或数族地主 加儒道士三教河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历了 魏晋南北朝 369年的试错之后 才可以实现的 以两进为代表的 士族政权 也有着历史的必然 曹操既超前又失误 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 则不难理解 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 耽误了他们的时间 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 倾泻到曹操身上 怀着刻骨的仇恨 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 也受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 是为曹操的称帝 创造了条件 不妨设想 如果曹操不称魏王 甚至不封魏公 不见魏国 哪怕曹家世代为相 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 实际上 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 都封了县侯 也都坚韧周末 如果把两人的植物和头衔 并列起来看 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 五平侯 丞相 领祭周末 诸葛 五香侯 丞相 领 亿周末 曹操多出来的 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 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 如果黄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 拿破仑发动政变的 路易波拿巴身上 拿破仑的铜像 就将从望多姆圆柱顶上 被推下来 同样 当曹丕把黄袍 披在身上时 曹操就只能等着 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与此同时 诸葛亮 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 诸葛亮身上 有太多闪光的精神 他的心系天下 忧国忧民 鞠躬尽瘁 连结奉公 谦虚谨慎 以身作则 都堪称千古楷模 但诸葛亮成为神 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 主要的原因 还是社会需要典型 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 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 文人士大夫 则需要一位代表 这跟曹操变成鬼 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 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 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 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 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 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这枚硬币就是人性 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 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 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 诸葛亮既然是后浪 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 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 他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 一网无前 因此 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 摇响赤壁风云之时 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 年轻帅气的周瑜 新婚燕儿 小乔出嫁 一身便装 统领舰队西进 与善指点处 谈笑风声间 曹操的数十万大军 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 和精神风貌 只不过不是三国的 而是魏晋的 没错 苏东坡笔下的周瑜 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 而不是三国的将军 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 就像曹操是诗人 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 魏晋是魏晋 他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 风采 气度 韵味和格调 也是不同的 那么 魏晋又将是一种 什么样的风度 我认为是一种风筝的风筝 但是我认为是一种风筝的风筝 我认为是一种风筝的风筝